在一般人的观念中,生了孩子的都是基本男生结婚了的,但是这一位NBA联盟内线第一人霍华德是再度刷新了球迷的认知,已经有十个孩子的他还没结婚,在近日又是再度交上了一位他的女友,更是在社交平台,上晒出自己自豪的麒麟。 北京时间10月6号,七彩在季前赛中,是以121比114赢下任货送给对手三远百,其中场上维德和沃沃尔的对抗也是十分精彩,不过在场下,新加蒙奇台的内线球员霍华德,只是成为了焦点,在赛后霍华德是刷出了一张照片并写道你一直在练习举咒,从照片上能看到,这是握手环节, 而魔兽霍华德是走过去和维德聊了两句,但是他想要突出的是,他那惊人的麒麟臂,足足比起维德的大力一圈,虽然不知道这手臂是否有踢过的,但确实是惊人,同时也是展现出霍华德惊人的身体素质,可以说在如今联盟内线中, 33岁的他身体还是属于顶尖水平的,不过这位曾经被誉为NBA先议第一中锋在这几年状态是大不如前,场均12.5个篮板和1.6个盖帽是比起以前有了很多退步,所以很多球迷都是将他交易,不得不说,霍华德的表现下降, 一方面是由于年龄和身体跟不上,但另一方面也是和他感情生活中有很大关系,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柯比有三个女儿,但却并不知道,现在还是宣称自己没结婚的活,华德已经是10个孩子的爸爸,而且都是亲生的,14年的职业生涯,不仅为霍华德带来了超高年薪和好的生活,还让他交过不少的女友,有趣的是, 据霍华德自己爆料说,当年在NBA学秀刚结束,就被两个女人缠绵,我也去净化他们的灵魂,能看得出,霍华德是有多么的受欢迎,所以在这些年中,他也是先后公开就有9个女友,但更厉害的是,他已经被统计有10个孩子,一直以来,霍华德都是没有结婚的,这就说明,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前女友生下的, 这确实是再度刷新了一般人的认知啊,值得一说的是,在季前赛开始之前,33岁的魔兽是再度公布,和自己的第10个女友,这一位短头发的外国美女,就是霍华德刹出的新女友, 她还写道,我的最爱,看得出刚坠入爱河的魔兽,十分喜爱这位新女友的,而在前不久,两人还一同出席活动,在问一这位新女友和这位NBA内线大杂一起什么感受的时候,她也是直言,她不像一般人想象那样,她就像一个小孩子,很喜欢搞笑,能够令人十分开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